文章来源CNA 中国媒体报道 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学将研究生学制 从两年延长为三年 理由则是提高研究生培养素质等 但外界则将这一变化 与青年人失业率上升产生联想 认为这是因应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 综合澎湃新闻 中国青年报光明网等媒体报道 近几年来 中国已有多所大学 将少择一个多择全部的数式班学制 从原来的两年或两年半延长为三年 也有学校将博士班学制 从三年延长为四年 根据报道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月前宣布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素质 结合研究生教育实际 决定自2025年入学的研究生起 调整部分全日制研究生学制 其中 化学与药学学院的化学博士研究生 学制由三年延为四年 教育学部的教育管理 现代教育技术 心理健康教育 学前教育学位硕士研究生 学制由两年延为三年 文学院 外语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学科教学 语文 英语 历史 硕士研究生 学制均从两年延为三年 此外 沈阳理工大学 及西安外国语大学 也分别在七月上旬 及中旬宣布 将部分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学制 从原有的两年 或两年半延为三年 其中 沈阳理工大学的理由是 硕士研究生培养需要 更早之前 内蒙古师范大学六月间 也以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需要为由 自2025入学的研究生起 将教导语文 历史 数学 生物 物理 化学及音乐 等科别的硕士研究生 从两年延为三年 中国青年报报道 有专家对此调整称 研究生培养 不同于其他学历教育 重在砖 精 深 考核方式 也不同于其他学历教育 对品质要求更高 适度延长修业年限 对完成研究生培养的要求 提供了很大空间 有助于优化强化培养过程 实现培养目标要求 光明网发布的评论文章也称 将硕士研究生学制 从两年延为三年 有利于强化授课教学 提高研究生培养品质 透过分散课程设置 学生在校期间 也有更多业余时间参与实践 找到理论实习 与实务兴趣的结合点 且无论写论文还是找工作 学生的时间都更从容 拥有更多试错机会 但文章也坦承 当前由于中国就业形势的变化 不少大学毕业生 趋向于慢就业 研究生学制延长 也在无形中延长了 学生的就业择业期 有利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但学制延长不该是一刀切 更不应该成为 应对社会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 应允许一部分有能力 有医院的学生提前毕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